刚才你说什么 不会化妆的什么 不会化妆的 运营不是好 销售 你会化妆 我会 然后我给很多人化过妆 而且 你这化妆哪学的 有老师教 然后也有自学吧 比如喜欢一些 比如说仿妆呀 这种 你的最近的一份工作 是做化妆品销售 对的 化妆品销售 干了有多少年 两年的时间 就在这儿学的化妆是吧 对 是在这里面 干的怎么样啊 干的还可以 就是 做这个 我觉得最大成长 可能不是这个业绩方面的 最大的成长 应该是我个人的一些方面吧 因为以前的性格 是偏内向的 比如说让我在大街上 跟人讲话 我会很害怕 但是现在可能 比如说他们里面 随便一个人 我都就是说 不太会畏惧吧 就是 所以你现在很娴熟是吧 最起码 比以前好很多 你找一个男的 你卖一下化妆品 是 比如说卖我们一辈湿的化妆品 对 我给你指定一个 好的 我看看啊 给你指定一个 打死他都不会上台的那个人 这个 戴眼镜的这位 对 就别往后看 就你 就这个小伙子 对吧 我找错了 看走眼呢 好主动啊 好主动 那你长得好帅啊 我 那还行吧 你平时自己会护肤吗 我不会 我就不太在意外表这些 有女朋友吗 有 女朋友这个平时会比较在意这块吗 之前比较在意吧 但是相处久了之后 就没有太在意 就跟你在一起了 反而不在意了是吧 对 你有想过为什么原因吗这是 就是熟悉了吗 熟悉了就没有在意那么多了 你看啊 这部快过8月15了 有想过送女朋友什么礼物吗 没想的 你这女生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就是化妆品啊 一些惊喜啊之类的 对吧 你们俩认识吧 不认识 我怎么挑这么准 那你看啊 咱们这个一位是这边呢 最新推出了一个保湿精粹的套盒 然后女朋友戴出去 不灵不灵的 你给我下去 好拍子啊 你回回你的座位 你们俩太默契了 你们俩 她是你男朋友吧 对 也许会是 没准 你说什么 也许会是 你已经从最开始的羞涩 变得肆无忌惮了 你现在已经啊 我再给你找一个 找女生 来 找这个女生 戴眼镜的这位女生 来来来 救你 来来来 来 美女 你好 我看你形象好像蛮好的 都这么说 是吧 可能我也很有眼光 英雄所见掠头 不知道你平时在护肤这块 是这个会注重的比较多吗 还可以 你平时比如说 有没有对自己皮肤不满意 或者说 有希望自己皮肤变得更好的地方 有没有 有 有啊 哪里呢 比如说 长痘痘 是不是可能会留一些痘印 对 包括冬天可能我看你皮肤好像是 应该是混合偏干 冬天可能两家会干 对 那正好呢 咱们这个伊卫师呢 推出了一个补水的套盒 它呢是 可以帮助你补充水酸 其实当你水酸冲突的情况下 你的水油平衡了之后 那你的痘印呢 慢慢地也会这个修复一些 那这个呢 咱们现在 好 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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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上来 来来来 来 这位女生 你先说一下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他挺专业的 为什么你老说对对对呢 他的那个套下得那么准吗 因为女生了解女生 那你呢 我感觉就还差不多吧 不是 他刚才说 有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 他说 那 那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我有女朋友 价值观很正啊 小伙 你有女朋友 你还老说对对对对对 就是配合一下吗 行 看着他还是有点本事的 谢谢你们俩 来 请